像斑马右翔鹿的欧卡皮鹿 是已经濒临绝肿的稀有动物 有着小鹿的脸蛋 四肢带有斑马纹鹿 它们还是长颈鹿唯一尚未灭绝的近亲 最近伦敦有一只欧卡皮鹿妈妈 历经16个月漫长的怀孕期后 顺利在动物园中产下宝宝 原方也释出了诞生瞬间的珍贵画面 站得鼻挺的四肢和小小的身躯 正好奇的四处打量这个世界 这个有着斑马纹鹿四肢 和小鹿脸蛋的可爱小家伙 是世上最稀有且濒临灭绝的动物之一 霍加皮又被称为欧卡皮鹿 霍加皮妈妈在经过16个月漫长的怀孕期 终于在9月20日于伦敦动物园 产下这位可爱的小公主 取名为爱德 房内的监视录影录下了珍贵的诞生瞬间 只见霍加皮妈妈在房间中照着围护行走 突然扑通一声 爱德便平安诞生了 爱德是霍加皮妈妈的第二胎 第一胎梅根 出生于2017年 四斑马又四鹿的霍加皮 原生地在刚果民主共和国 因该国90年代发生严重内战 使霍加皮的生活环境受到破坏 同时面临偷猎的威胁 让霍加皮瀕临绝肿 加上生性胆小 因此人们对于它们的野生习性 所知甚少 全球粗略估计可能仅剩 一万只到两万只左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